大案确实要明察秋毫 南韩就发生了一起完全无法挽回的案子 一个女子被人掳回家中 进行了性侵害 这个时候女子打手机向警方求救 警方在电话当中跟女子讲话 讲了七分钟的时间 最后却十三个小时过后 才来营救这个女子 这时女子已经被分尸了 监视器混音中 二十八岁的被害女子 独自一个人走在经济甩原室的路上 被喝醉酒的嫌犯拖回家信心 女子趁嫌犯离开空档 打电话向警方求救 被害人清楚说出所在位置 接线人员却不断反复询问 无厘头问题 最后休闲疑似回到房间 接着电话就被切断 最夸张的是警方居然将这起案件 当成普通夫妻吵架来处理 不止误判状况 警察来到距离犯罪现场 十公尺的地方搜寻时 居然还在车里打瞌睡 措施救人时机 最后隔了十三个小时 警方才终于来到现场 逮捕韩英四十二岁的大陆级凶手 而这个时候 被害女子已经被杀害 而且分尸成好几代 却起害人听闻的分尸命案 引发南韩人民重怒 痛批警方无能 南韩警察厅长赵贤武 因此引咎辞职 虽然赵贤武承诺 会协助被害者家人 取得国赔 但是警方办事不力 再多的道歉 也换不回人民 对南韩警察的信心 记者曾维报道